11月4日 福建省泉州市全港区发生一起因船舶与码头连接软管处发生泄漏 而导致的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 根据泉州市环保局发布的通告 此次事故共造成6.97吨碳酒泄漏 碳酒是石油炼制副产品中含有9个碳原子方厅的聚合物 该聚合物有剧毒 并且是致癌物 泄漏事故发生后 污染物迅速向附近的全港销挫海域扩散 而该海域是重要水产养殖基地 众多渔民也居住在这片区域 由于遭到污染物的腐蚀 大面积的鱼排下沉 渔民损失惨重 泄漏的污染物也使得空气中弥漫着恶臭 甚至有消息称部分渔民因吸入碳酒已入院治疗 事发地有很强的特殊性 居民区石化工业与水产养殖区之间近在之时 所以事故的隐患非常之大 事故发生后不久 两份疑似由泉州市全港区农林水局 和涉事企业发布的紧急通知在网络上曝光 不出意外的是 当地政府立刻采取了封锁消息 和故意隐瞒事故严重性的卑劣手法 全港区环保局发布通告称 经过抢险 碳酒泄漏海域清理工作已基本完成 可是当地渔民拍摄的画面显示 海水被污染的情况依然非常严重 那个海水上漂浮的全部都是油纸 这个叫达标吗 空气上还是弥漫着一股很刺鼻的味道 这个叫达标吗 事实上直到今天早上 清理工作仍在继续 有网友在码头拍到有很多空的油桶 被拿下来准备使用 可见当地政府所谓的清理工作 基本完成纯属是扯淡 此外 当地环保局还现实淡淡地称 大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 已经降到安全标准 可事实的真相是 环保局找来高压水枪 狂喷办公楼 以便于人为降低空气监测数据 因为当地环保局的大楼上 有监测空气质量的仪器 这种掩耳盗铃的愚笨做法 其实很多地区的环保局都干过 全港区当地政府 如此大费周折的隐瞒事故严重性 难道只是为了安抚民心吗 这背后到底还有什么隐情呢 要知道 故意隐瞒真相 遭殃的是当地的老百姓 如果政府部门 及时公布真实数据 抓紧撤离当地居民 虽然依旧无法挽回渔民的损失 但最起码可以减少 对当地百姓身体的损害 那为什么每次遇到天灾人祸 地方政府都要欺上瞒下呢 这当然就是为了躲避追责 这次探久的泄漏 虽然是石化工厂的违规操作所致 但是一旦追查下来 当地政府官员的乌纱帽 肯定是保不住了 早在2012年 为了盲目提升经济发展 福建省政府确定了全港和全汇石化工业区的规划目标 此后 石化产业更是成了全州市十二五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 事故发生的全港区 目前是国家九大炼油基地之一 入住的石化企业多达28家 其中有15家企业 存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而由于早期的规划失败 当地长期处于厂村混杂的状态 化学危险品不仅长期危害着当地居民的身体 也对当地水产养殖带来威胁 使得市面上出售的水产 极有可能出现重金属等污染物超标的情况 此次的泄漏事故 更是将当地百姓暴露于极度危险的环境中 而官方给出的6.97吨污染物泄漏的数据 也遭到了当地渔民的质疑 实际泄漏的污染物 很有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值